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来完成一个Unity音频控制的小实例 我们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只用到很少的素材 一个是我们的声音素材 我这里有两个 一个背景音乐 另外一个是开门的声音 还有一个用到我们的小房子 我们把这个小房子拖在我们的场景当中 将它重置一下 在这边我们新建一个空的物体 把它命名为我们的AudioSource 用来控制我们的音源 然后我们还要建一个我们的主角 这里我们用一个胶囊来代替 把它也重置一下 把它移到我们场景最起始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摄像机作为它的子物体 大约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切换在线框模式下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一个rigidbody组件 我们锁定它的x轴以及z轴的旋转 让它只能沿着外轴旋转 然后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个脚本 用来控制它的移动 然后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个脚本 用来控制它的移动 我们打开脚本编辑器 我们这里呢 private一个rigidbody 在我们场景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得到这个rigidbody 然后我们把这个改成fixed的方法 我们先得到一个它的水平轴 以及它的垂直的轴向 它的水平轴向呢 我们用鼠标这个鼠标键来控制 然后呢 我们用我们的前后移动键呢 来控制它的前后移动 控制它的垂直轴向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保存一下 transform.n 我们让它向前乘以一个我们的h 前后移动呢 我们用这个吹直轴向的v 然后再乘以一个 我们先给它一个速度 再来一个旋转的速度 rotation speed 默认给它一个3 然后这里呢 乘上我们的speed 然后我们钢铁的角速度呢 转移我们的transform 沿着我们的外轴 然后乘上我们的h 左标 再乘上我们的旋转速度 rotation speed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呢 到我们的场景中 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前后移动 然后呢 左右旋转 都没有问题 下面呢 需要控制我们的这扇门 然后当我们走进这扇门的话 这扇门会往上打开 我们呢 先给它添加一个box cleaner 然后我们切换到现框模式 来调整一下 先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让它往下偏移一点 这样呢 可以保证我们的门打开以后 它这个clader呢 仍然可以检测到我们的碰撞物体 给它一个区域 好 大概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 对写到我们的视图 我们给这扇门呢 再添加一个 给它添加一个声音组件 声音源组件 当我们的主角呢 走到这个通创区域内呢 它就可以播放一个声音片段 我们用我们的开门的这个 背景音乐 开门声音效 把它一开始播放呢 给它关掉 然后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脚本 用来控制这扇门的开关 就要到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这里呢 我们把它的检测打开 我们用这个呢 来判断 是否有物体进入到 它的检测区域内 我们collider一个collider 我们用 用它的标签呢 来判断 是不是我们的player 那我们先保存一下 那我们先保存一下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来将我们transform的position呢 直接向上 x轴呢 还用我们的x轴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外轴的话 我们让它向上一个距离 我们先看一下 大概要向上多少 现在的外轴呢 是在11.8 我们就让它到15.4的位置 然后呢 给我们的主角呢 先添加一个标签 那它呢 作为player 好 回到我们的脚柄编辑器 p呢 是大型 然后是我们的z轴 这里呢 这里呢我们还需要播放一个开门的声音 我们首先呢 先来得到这个audio size 我们就让它播放 我们把这个呢复制一会儿 当这个烹装体移出的话 我们让它的位置呢 减去3.6 同时呢 也要播放这个audio source的音乐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场景当中 这里呢 报了一个错 说我们呢 13行和19行的类型错误 我们把它加上浮点型 我们再保存一下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扇门 当我们走近的时候 会播放我们的开门声 好 这样呢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现在呢回到我们的audio source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audio source呢添加一个 我们先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我们在现框模式下 我们呢给它添加一个 混响区组件 我们把混响区的最大距离呢 调到我们的 门边 让我们的主角一进入这个门 就能听到我们的混响 好 调的小一点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房间的混响效果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添加两个 低通的效果 首先呢需要给它添加一个声音源 然后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低通和一个高通的过滤器效果 这里呢我们就用默认的参数 不对它进行调节 那么我们再来进行演示一下 这里呢我们还需要给它加一个背景音乐 我们的audio里面 让它呢循环播放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里呢我们并听不出来那个有远到近的那个效果 我们呢先来调整一下 把它呢调成3D模式 然后把我们的距离呢调的小一些 这样呢当我们的人我们的主角呢走进这个区域内的话 才能听见声音 它在区域外的话是听不到的 我们把这个声音呢调到最小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试一下效果 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音源区的外边 所以呢我们现在并听不到效果 我们现在呢往前走 当我们走到音源区里面呢 声音呢会越来越大 当我们进入到混响区呢都会有混响效果 那我们远离这个音源呢这个声音呢就会慢慢的变小 好这节课呢就先这样 那么下节课呢我们再来讲解面板的控制 再试一遇